这里是中国第二大沙漠 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的北源 在沙漠深处的无人区 任何生命迹象都显得无比珍贵 这里也是中国最大的固定半固定沙漠 在沙漠的边缘地带 植物的身影开始交替出现 天生就没有叶子的缩缩 利用纤细的嫩汁进行光合作用 以此减少水分的蒸发 而对土壤适应能力强的沙集 能耐得住沙漠的严寒酷暑 在这里开花结果并传宗接代 灵档刺等植物也在这里茂盛地生长 绿色植物连绵成片 试图组织和延缓沙漠扩张的脚步 一路畅行无阻的古尔班通古特沙漠 在阿勒泰地区遭遇山水和各种植被的联合抵抗 呈现在我们眼前的 是浩瀚沙漠与绿色景观 比邻而居 友好相处的和谐画面 连绵起伏的沙山和沙丘附近 一池沙湖被大片的沼泽湿地和绿色植被环抱着 这是典型的沙漠绿洲 沙地作为天然的造水工厂 也在努力改写原本单调的沙漠生态 沙漠地区有限的降水 会通过松散的沙粒快速渗漏 点点滴滴储存于地下 避免了蒸发损耗 这些地下水可以渗透到沙层底部 并在地势低洼的地方 逐渐形成沼泽 沙湖和湿地 绿洲寄托着沙漠的希望 在这片沙湖四周 分布着高大茂密的银灰羊 白羊和白化混生林带 不同植被挫杂相间 湖面上的芦苇 昌蒲等水生植物 因为根系无法附着于地表 这些密密串串的植物 在风中变成了漂浮的小岛 沙蜥蜴身上 长有黄褐色的斑纹 几乎与沙地的颜色一致 可以使自己更加隐蔽 在水中嬉细的灰燕 贪婷地享受着这片珍贵的水域 他们让寂静的沙漠活跃起来 同时也成为沙漠周围最亲木的邻居 古尔班通古特沙漠 占据了阿勒泰地域的46% 虽有沙漠之名 却储存了大量的地下水 为多达100种以上的植物 提供了生存支援 那些临沙而居的生物 接受了沙漠珍稀水源的召唤 撑起了一个个 堪称奇迹的沙漠绿洲